编译毛义综合报道 英国卫报 南韩韩国时报等媒体引述日本放送协会NHK 14日报道 指称美国与北韩官员本周在瑞士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论坛场编密谈 但该报道并未详述其他细节 该论坛自11至13日举行 北韩外务省北美局副局长崔康一 Tocaine Oil一应与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李维亚 Avans Rivia进行会谈 目前两人的会谈内容并未公开 很可能与北韩第六次核事后 区域紧张形势升高有关 据报道 崔康一对记者一连串相关提问均三间起口 外界认为此一美国与北韩间的非正式接触 可能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最新制裁 北韩决议北韩发展核武与弹道飞弹等交换意见 北韩外务省北美局的干部 每年有几次会借由在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 与前美国官员接触 讨论朝鲜办法情势 此次密谈亦被视为这类会晤的一环 中文字幕——YK